一望无际的海面 十几户村民 连成一片的鱼排 独特的海上生活方式 这是人多了 鱼排也多了 像一个村庄一样的 我们一起走进 以海为家 以海为生的村民们 建立的海上村庄 感受这里的独特和神奇 神奇的村庄之鱼排人家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 神奇的村庄系列节目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 有着480公里的海岸线 沿着海岸线 村民们在海里搭建起了鱼排 就像一个个海上村庄 他们和其他海边人不一样 他们既不住在陆地上 也不住在渔船上 而就生活在一个个海上的村庄里 这些鱼排上的村民 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跟随我们的记者 一起去看看吧 霞浦县是闽东最古老的县层之一 既然全县人口只有约60万 却有着绵延480公里的海岸线 这里的人们 绝大多数都以海为生 其中最独特的 要属海上鱼排 从岸上到鱼排只有长船 这里鱼排连成片 木屋连成村 俨然是一个个漂浮着的海上村庄 渔民用又厚又长的木板 构架成一个个正方形矿格 木板固定在有较大幅力的泡沫球上 矿矿相扣 用铁条和粗尼龙绳固定 再在矿格里挂上鱼网 网中养鱼 这边渔民的鱼排呢 其实都是用木板建成的 您往下看 它这边有这个用绳子绑起来 下面是这个泡沫塑料 其实每一个每一块板和板之间 都有很大的缝隙 像这边的这个呢 是主要的道路 可能这个缝隙还比较小一点 那中间有鱼的那个地方 它就有两块木板 那中间的缝隙是很大的 走起来要非常小心 稍微一不注意 只要你稍微一不注意 就很容易踩空掉下去 西松锦是霞浦县西南镇人 从事鱼排养鱼 已经有13个年头了 除了西大哥家 这里约有10户左右的渔民 这一片鱼排是刚刚牵到这里没多久的 规模不大 这十来户专门从事深海网乡养殖大黄鱼 当我们提出来看看 大黄鱼的成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老谢夫妇答应 试着捞几条鱼 给我们看一下 捞鱼的方法非常独特 老谢的爱人将一根很长的竹竿插到了网乡底部 然后用力的敲打竹竿引起震动 很快我们发现 网乡的四个角落里 逐渐响起了水花翻腾的声音 仔细一看 四个角落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大黄鱼 一天多等于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 十六个月 平均半斤 平均半斤 它的颜色不是那种黄鱼 现在是白天如果晚上是黄色的 是白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颜色 一到天黑就黄色了 谢大哥说 大黄鱼白天习惯在网乡底部休息 因此在水面上根本看不到鱼 刚刚谢大哥的爱人用敲打竹竿的方式 就是惊醒正在休息的大黄鱼 使他们烦躁 然后游上水面 这样就能用塑料筐轻松地兜住大黄鱼了 其实老谢并不愿意打扰自家黄鱼的休息 他告诉我们 夏季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 因为水温偏高 鱼儿很容易在这种高水温的环境下生病 并导致死亡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轻易打扰鱼儿们 现在就高分级是六月到八月半以前都会损耗 大哥我看你捞了总共有四条死鱼是吧 是 那现在这个这两条是怎么回事 这两条是白塞的 白塞的 塞白的 坏了 坏了 就是彻底死掉了是吧 死掉自己扶上来 十三年来和大黄鱼打交道 对于大黄鱼 齐大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但即便如此被家呵护 每天他都会发现死亡的大黄鱼 你这冰箱里现在有多少了 现在冰箱今天不多 今天不多 可能有 十套左右吧 十套左右 十套 这是一天的是吧 这个是一天的 每天都要处理一下 明天都要处理 多多早都要处理 下午四点半 柴油鸡的轰鸣声 逐渐在鱼排寸上响起 渔民们开动自家的耳料机 打疗喂鱼 谢大哥家的耳料鱼 都只有他的小舅子送货上门 而这些供大黄鱼 食用的耳料鱼 是以新鲜冰冻的台鱼为主 这两天外海有台风 耳料鱼的价格大涨 老谢家今天只购买了二十框 即便如此 这些耳料鱼就花去了老谢八百多元钱 刚打出十桶料 耳料机就罢工了 老谢家的耳料机 其实已经坏了两三天了 本来打算今天拆下来 要送去老家的镇上修理的 没想到早晨下起来大雨 自家的小船没法出海 只能用庄户来凑合用一下 没想到还是罢工了 但是鱼不能饿着肚子呀 老谢的爱人先把打出来的耳料 挑到了网乡边 倒在隔离栏上 先尽量喂一部分鱼 让它们吃上晚饭 之所以一定要将耳料鱼 搅碎成鱼肉泥 是因为大黄鱼虽然是食肉鱼 但是它们天性胆小 如果投喂未加工的耳料鱼 黄鱼容易接不到食物 耳料浪费了不说 还会污染水质 而用耳料机制作出的鱼肉泥 经过隔离栏后 一根根的漂浮在水面上 大黄鱼会默认 这些是活物 而且容易着实 自然就不会浪费 机器罢工了 可是鱼还饿着肚子 老谢也赶紧拆开机器 原来还是老毛病 耳料机内部的刀片炖了 导致鱼骨卡住了出料口 您现在清理了 一会儿还能够正常跑完吗 会正常跑完 会正常跑完哈 希望他能够正常工作 这个小事情 小事情 清理了卡在出料口的鱼头杂物 机器重新开始工作了 似乎是听了老谢的话 耳料机没有再出问题 顺利的处理完了所有的耳料鱼 耳料鱼是用来喂成鱼的 而鱼鱼则要喂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食物 跟刚才的那个耳料不一样啊 这个是空荷耳料 鱼不会生病 吃这个鱼不会生病 鱼不会生病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这个长得有那么快一点 虽然这种饲料对鱼鱼的生长有帮助作用 但也是价格不菲 吃那个传统资料长得快 但是有可能会生病 吃这个就是长得稍微慢一点 但是生病的几率就小了 生病几率是很小 这个那是不是贵啊 这个贵 这个要多少钱呢 这个 20公斤要200年利 小苗50万一天一天 差不多一天一天以上 就是一天一下 显摇着吃你看 显摇着吃 都上来吃了啊 烤着来 一眼上到下来 夕阳下 看着四家的鱼儿欢快的吃食 老西紧皱的眉头终于放松了一些 西大哥也下定决心 明天无论如何 也要去修一修耳料机了 老蟹家的耳料机出现问题了 这让老蟹很着急 其实啊 这些生活在鱼排上的渔民也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条条的鱼身上 可以想象老蟹捞起死鱼的时候心里有多难受 抬过去 第二天早晨七点 老蟹收拾停的 难得的大晴天 他准备去一趟老家的镇上修耳料机 外出的工具是他最新购置的 契品 这可比其他村民家里的牧船牛其多了 主播 还没出鱼排 另一户村民也想搭老蟹的便船回趟镇上 老蟹在哪里啊 老蟹去啊 现在就着了 我去做你的盘子 我去 有人要上盘 有的就像他们一样养殖各种经济鱼类 在一些大型的鱼排上 甚至有超市 澡堂 KTV等 设施非常全面 刚才路过的那一排白色的 印有海之家三个字的房子 就是鱼排饭店 大约20分钟的航行后 我们来到了西南镇码头 到了码头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 众多的渔船构成了一派繁忙的景象 搭上一辆货车 我们赶往老蟹的家乡 峡虎县西南镇 又经过20分钟齐续的山路后 终于来到了西南镇 赶紧下车 老蟹就遇到了熟人 进了一个小拖车 老蟹拉着饶料机 去找修理厂 回家的重点 做修理厂 最后温饭 老蟹 小枝 小枝 这下 还00 这下 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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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小枝 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了修理厂 老板按照老谢的要求修理了老鸡 又调整了刀具 老谢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有过多的停留 他们又踏上了返程的路 来到码头的时候 潮水已经涨起来了 刚来时船停的位置 人已经走不过去了 潮水没过了先前的低暗 中午回到了鱼排上 顾不上别的 老谢请来了隔壁的邻居公主墙 帮助他一起装饵料机 修一套饵料机 要花去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跑几十公里的水路还有山路 那老谢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离开自己的家乡 跑到几十公里外的这片陌生海域养鱼呢 老谢是不是打错算盘了呢 这附近的十几户渔民都是一个村上的亲戚朋友 渔民们追寻的自然是更适合鱼儿生长的环境 因此他们集体搬迁 来到这片海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渔民们离开了熟悉的家乡 他们的生活还习惯呢 我们现在刚刚开过来 比起我以前那边 海上还有洛言了 还有酒家了 现在人家已经分开了 比较熄了 现在就少一点了 那你们喝的水呢 喝的水山上打下来 就是这个旁边的山上 山上打 去那边打 去那边打 然后运到这边来 洗澡怎么办 洗澡我排里面有卫生间 卫生间 不在这个海里面直接 海里里会游泳 有沙拉 我们就大嘴再冲一下吧 就好了 就好了吧 由于他们是刚刚搬迁到这一片海面 这里的鱼排还没有形成规模 而他们居住的这些海上的木屋 其实就是简化的普通房屋 您现在家庭住的地方是吧 那您现在家里面是有几个房间啊 三个环境 就是一个床就是一个房间 一个床一个环境啊 这个电视是能看的吗 电视可以看 可以看 我看还有鸡顶盒呢 我看还有鸡顶盒呢 能收到很多台吗 那我也收 老谢家隔壁住的就是公大客 他家的房子怎么样呢 我看这房子 这就是您现在住的地方 是是是 这房子有点旧啊 是是 这是别人那里买过来的 就是差不多六千多块 相当于二手房 二手房 是二手房啊 是是是 龚大哥从事养鱼业 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他是怎么看的呢 为了我们生活好一点 为了下一代 有没有人能偿一点钱给他找 我这一个找 存点钱给他 最好我的理想 最好在城里买一个房子 您想帮孩子在城里买个房子 是我的理想 理想 那现在这个据你的理想 现在的现实和跟你的理想之间还差多少 现在差多了 就是前两年就没钱赚了 现在就亏了 亏了 现在还没补过来 还没补过来 是 前些年余价高的时候 龚大哥也挣了些钱 但是从2010年开始 余价一路走地 前些年好不容易赚的钱 又赔进去一些 今年的余价 一直都在15块钱上下浮动 龚大哥说 如果能够维持在这个价位 那么今年还能保证不亏本 其实亏了厉害 赚一年赚十几万 亏了三十多万 四十多万年纪 从龚大哥家出来 已经中午12点多了 鱼排上木房子里 传出了饭菜的香味 谢大哥的爱人 给我们做了红烧大黄鱼 鲜美的味道 从舌尖一直穿透到肠胃 这个煮的可能不好吃 还不好吃 不好吃啊 很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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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炸呢 刚刚很鲜 刚刚老一代的 没有了就冰了嘛 你如果冰了 就压一压就没怎么好吃 其实对于希腊哥 他们来说 这一条条大黄鱼 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希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待在鱼排上 以海为家 以鱼为伴 他们只是希望 通过勤劳的双手 争取更好的生活 由于今年 大黄鱼收购价偏低 老姓还是有点担心 今年的收入 当地渔民们用木牌养殖 大黄鱼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但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 有的渔民在网乡中 超量饲养鱼群 这会对海洋环境 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当地政府和渔业部门 正在考虑 如何合理的引导 这种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适度合理的利用海洋资源 好了 今天我们讲说 这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 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 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也可以通过CNTV七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收获雷鸡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一个小村庄 一百多只老虎 一千二百多只动物 这里为什么有如此多动物 人与兽如何和谐共处 你了解一种动物 它才能成为朋友 神奇的村庄之 与兽共舞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